哨兵机器人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指使一 哨兵机器人是由人类科学家波利瓦尔特拉斯克 研究制造出来的战斗型机器人 主要是为了专门猎杀变种人 在电影中一开始的宇宙里 地球上95%的变种人都已经被哨兵机器人猎杀 之所以波利瓦尔特拉斯克会研发哨兵机器人来猎杀变种人 是因为他在研究人类的基因时 推测出人类将会被变种人淘汰而最终走向灭绝 所以为了拯救人类 才创造出了变种人的克星哨兵机器人 指使二 哨兵机器人在电影X战紧密转未来里登陀 一共出现了两代 第一代哨兵机器人是金刚狼穿越回到过去所遇见的 这一代哨兵机器人虽然也具备强大的攻击力 但遇到强大的变种人时仍然无法抗衡 而且因为他们是由合金创造而成的 所以容易被万磁王控制 第二代哨兵机器人是在未来的时间线里出现的 这一代哨兵机器人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明显的增强 他们最强大的能力就是能够在与变种人接触之后瞬间复制他们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玻利瓦尔特拉斯克经过研究模型女的基因之后所创造出来的 而且为了避免被万磁王操控 还使用了一种新型材料创造 知识三 哨兵机器人不仅能模仿复制变种人的能力 他还能够将复制而来的能力上传到云端 共享给所有的哨兵机器人 使得其他哨兵机器人面对属性不一样的变种人时 利用变种人的弱点来克制对方 并且将其打败 在电影中就有展现了这一能力的强大 而且他们还能够将复制而来的能力进行保存 以便之后面对其他变种人时使用 知识四 哨兵机器人之所以能够消灭大部分的变种人 除了是因为能够复制变种人的能力之外 他们另一强大的原因是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 数以万计的哨兵机器人 使得变种人无法将其消灭殆尽 并且由于这一代哨兵机器人具备高级的智能系统 令他们在战斗时能够相互协作配合战斗 在电影中 太阳黑子第二次被打败时 就是被三个哨兵机器人同时围剿 知识五 在哨兵机器人智能系统的功能中 有一个通过变种人体内的X基因 在10公里之外就能精准定位到变种人所在位置的功能 因为这个功能的存在 变种人无论躲藏到什么地方 都会被哨兵机器人精准定位到 真正做到了让变种人藏无可藏 知识六 虽然哨兵机器人各个方面的能力都十分强大 他们甚至还具备一定的自愈能力 但是他们也有弱点 他们可以复制的能力 只是一些实体化的能力而已 并且要实体接触到 才能达到复制的效果 比如雷克斯教授的心灵感应能力 以及万磁王操控磁场的能力 他们都无法复制 而且为了防止哨兵机器人被万磁王控制 制造他们时就使用了特殊材料创造 对强大的爆炸或者是被拉扯时 很容易就会支离破损